美股今天全面大反攻 开高走高 道琼一路飙涨超过1600点 从三年的第一点快速回升 标普500纳斯达克都全面大涨 那么众议院院长裴洛西很乐观 再过几个小时 国会就能通过两兆美元的纾困案了 全球都要救股市 所以各国纷纷祭出 天文数字般的纾困方案 尤其是美国 一起来看 不论日经指数 或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还有台股在内 24号开盘全面反弹 台股也在全职股拉台下 盘中一度大涨500点 虽然美股因为财政纾困计划 卡关收黑 但美股旗指电子盘开盘后大涨 带动雅股全面飙涨 关键是联准会宣布 无上限量化宽松措施 美国联准会再度出手 宣布量化宽松措施扩大为 无限量购债 跟过去金融海啸还采取 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相比 这却几乎是出大决 毫无上限 其他国家也加码 推出天文数字般纾困方案 南韩政府决定将紧急救援资金 从上周同意的50兆韩元 增加到100兆韩元 大约台币2.4兆元 另外德国政府也打算推出 总额8220亿欧元 约台币27兆元的经济援助方案 是二次大战结束后 德国最高额的纾困方案 各国纷纷祭出降息振兴救市计划 宛如另类的印钞竞赛 比谁赢但多 但有分析师认为 这恐怕是昙花一现 专家认为各国毛起来宽松 只能激励股市短期表现 但市场缺的不是资金活水 而是信心面临崩盘 这场疫情恐怕得长期抗战 唯有疫情趋务 恐慌情绪才会舒缓 狂洒淫淡并不是旧式万灵丹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